地产新建建您的最优选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建建团队的Manda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Markham Downtown 给大家介绍一个即将推出的Union City 这个楼花项目 相信到时候也是一个万人哄抢的画面了 当然它地理位置离这里非常近 那项目呢 是由五栋楼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型社区的规划 那它的开发商呢 是Metropia 可能听这个名字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提到他们规划过的项目 大家一定知道 那Downtown的Eleven Yorkville 是他们曾经开发过的项目 那去年也是造成一个万人哄抢的Union Village 也是他们开发过的项目 那现在我们大家就去具体的Site那边看一看吧 好那现在我们正在沿着Enterprise往东开 然后一会儿呢 就会到达快接近Tenity这条街的一个位置 就到了这个实际的Site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 也是离Highway407这个收费高速也是非常近的 离Highway7这条主路也是非常近的 地理位置呢 可以称得上是非常优越了 好那基本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Site的具体位置了 因为它就在马路对面 刚才我们镜头也给大家看过 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它的周边设施 首先呢它是离Markham VIP非常近的 那这个电影院呢也是华人非常喜欢的 是多伦多整个区域为二的 可以上映华人电影之一的一个电影院了 然后剩下呢就是我们看到后面 已经在建成的约克大学 预计呢是2023年完工 相信呢这些留学生的进入呢 或者是本地学生的进入也会给这个租金市场带来一定的增幅 也是妥妥的一个资金保障 那其次再往前走呢 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有YMCA的一个社区中心 好那我们沿着这个York University往前走呢 就来到了这个泛美运动会中心 然后也可能是曾经为奥用会培养了很多的种子选手 包括我们身后呢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是有Univill Gold Station和整个YMCA的一个社区中心 我们可以知道这块生活呢通勤都是非常便利的 也会有像大统华啊风泰啊这种华人超市 包括西人超市whole food 也会在这个车行大概5到10分钟一个距离都是可以到的 那整个它作为一个五栋的大型规划社区 我们可以知道是跟单独的一两栋的condo有很大的difference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型规划社区呢是非常大的占地面积 那它的底商呢也多用于可以提供为一些商用 或者办公把它整个楼群连接起来 会配有相应的娱乐设施 然后公园的周边绿地都是非常齐全的 包括政府呢也会相应的在这个周边进行一个更大的开发 方便大家的生活 那这些跟单独一两栋比起来呢会带有一个更好的居住体验 然后呢更多的升职机会 我们可以知道这里其实离前两天刷爆社交媒体的网红楼也是非常近的 1525waterwork在他们的市场价值现在已经可以在1加1超过90万 如果我们选择了投资更丰厚的这里的话相信在未来的不久 您也可以像那位卖家一样坐在家里非常开心的数钱了好吗 那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项目介绍了 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新概念团队吧 地产新概念您的最优选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谢谢您 地产新概念您的最优选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吧